为了回汇社会帮助弱势民众 有保险业者连续七年举办爱心意卖会 并且邀请艺人帮忙进行拍卖 并且号召员工慷慨解囊 而拍卖的所得也将全数捐给育成基金会 让年长的身心障碍者得到更好的照顾 在企业同仁踊跃进标之下 一百万元的募款目标顺利达成 保险业者连续七年举办爱心意卖会 今年更邀请林俊逸、王思佳和季雅文三位艺人 帮忙拍卖意卖品 所得金额将全数捐给育成基金会 帮助基金会照顾老憨儿 那我们永达基金会也很乐意来赞助这个育成基金会 我想不管它是一个照顾设备的改善 或者是家园的改善 甚至未来一些要照顾这些朋友 一些服务的专案的培训 我想我们都有义务 很乐意来照顾这一方面 育成基金会董事长刘甄凤表示 年迈的身心障碍者的生活起居 往往需要更多的照顾 在企业界的捐款与赞助之下 相信未来基金会对于老憨儿的照顾 能够更加完善 我们这次有三个所求 就是希望说除了提高他们的设备以外 那我们也希望说多一些这些家园 你们去当年的职工也知道 我们其实有很多照顾的程序 我们也希望说这些可以推广到其他照顾的机构 所以我们也希望培养一些专业服务 除了拍卖会之外 现场企业员工还捐赠物品 设置了许多意卖摊位 让家属以及民众都可以共襄盛举 希望募集更多的捐款 帮助老憨儿得到更好的照顾 中家台北新闻领席会采访报道